9月20日,有媒体爆出迪映凭借综艺节目《黄金时代》正式付出的消息。 今年57岁的她穿着大胆,穿着一件身微高开茶脸衣裙,妆容精致在蓝眼脸上的皱纹。 此前,迪映因为私人原因退出演艺圈两年,如今再度复出,她不敢往日霸道个性,对新月落井下石的艺人朋友疑一点名。 不过对于她的复出,观众似乎并不买账,纷纷对她冷嘲暗讽。 原因无谈,曾在节目上大胆脚转蓝接音腹部,暗认小孩子生不出儿子的迪映,实在是让人喜欢不起来。 因为父亲早逝,母亲性格软弱可欺,从小迪映就脾气火爆,即使成年后,也改不掉身上的江湖气。 凭借着舅舅方军的关系,年轻靓丽的迪映,很快成为歌仔戏的领军者,创作出《乞丐与千金》、《孟立军》等优秀作品,当红时受到万人追捧。 后来歌仔戏不再流行,迪映便开始拍摄电视剧,凭借着《原和爱》系列。 李得一唇一角,顺利进军娱乐圈。 之后,他在《播听天》系列里,饰演楚楚可怜的财剧主,一夜成名。 除了演戏白,综艺感极强的迪映,还经常被邀请参加综艺节目,是康熙来了《爱的大作战》等节目的常客, 凭借着犀利、大胆的言论,而被观众熟知。 也正是在某当综艺节目上,迪映大谈他报答《蓝结英》的经过,引起了观众们的愤怒。 据悉,迪映在与《蓝结英》合作拍摄半生原因事情期间, 因不满《蓝结英》爱吃搭和爽搭牌,便特意在剧组的电梯口等待《蓝结英》。 在《蓝结英》现身的那一刻,迪映二话不说,便一脚踹上他的肚子。 蓝结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,被踹倒在地,立刻抱着肚子痛哭流涕。 迪映本想在补上鸡脚,但无奈被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住,只能做吧。 在谈论这些往事时,迪映与主持人一唱一和,并一脸洋洋得意,毫无亏着知情。 毕时《蓝结英》正,疾病缠身,流浪街头。 事实上,蓝结英是出了名的敬业,且当时则演艺圈举步接难,根本不曾也不敢刷大牌。 倒是迪映本人性格嚣张,娱乐却无人感悦了。 除了蓝结英外,迪映与小孩子也有一桩恩怨。 在看新来了节目上,迪映大堪与儿子的相处模式,夸赞儿子懂事听话, 莫了还对小孩子说,你没有儿子多好。 众所周知,小孩子有三个女儿,一直渴望能够儿女伤权,没有儿子成了他的遗憾。 迪映这句话,讽刺意外明显,不亚于当众打小孩子的脸。 果然,小孩子听后当场脸色僵硬,后面不愤地说了一句, 性感和恶心之间只有一线之隔,疑似暗奔迪映着大胆。 这些年来,迪映一直活跃在娱乐圈,直到前两年家庭发生变故, 他无暇顾及其他,这才暂退娱乐圈。 如今他在度高调付出劳金,言语依旧大胆犀利, 穿着依旧前卫大胆,但其中的苦楚,或许只能独自品尝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